昨天又熬夜吃季油到凌晨4点 哎太困了 每天醒来先连接蓝牙音响 然后放每天的日推 新买的集气枪昨天刚到 今天正好拿来试一下 那就学美妆博主拍一个化妆视频吧 化妆的时候还看到窗外特别好看的蓝天 哎呀化妆也太不认真了吧 我的发量真的是要爆炸了吗 每次起来都要好好烫一下自己的头发 我还要烫扁 烫服帖才行 每次化完一整个妆容之后呢 肯定是要自拍的 不然太对不起自己了 我夏天的衣服不喜欢放在衣柜里面 买了很多衣架这样的黑色衣架 把所有的衣服都挂成一排 想穿哪一件就挑哪一件 今天穿的特别搞笑 穿了一个连体裤 然后穿了一个半桶 然后半桶还穿了一个拖鞋 跑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哈喽哈喽 我们现在准备去北四塔 去拍岩石 落日特别好看 美丽的夕阳 而且今天的云特别大 云特别大 这什么形容词 到达我们最著名的旅游景点 北四塔 哇 哇 今天的夕阳也太美了吧 点一手落日飞车给大家 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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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相机到了就不一样了 哇好烫 这大概要拍多少张 上面有现在一共拍二十二百五十张 现在要拍一百零四 已经拍了一百零五张 一共要拍二百五十张 马尔维克二代pro 年轻人的第一台哈宋 它飞机也在那里 哇 那边的云很好看哦 看不看 无人机还是没我的机器X吸引我 我们找到附近的巷子 天色也渐渐暗起来了 就开始进行创作啦 这一期的机器X出体验就到这了 谢谢大家